哇,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时刻 因为下面那一段视频一刀都没剪 大家好,欢迎来到废话交易 今天是星期五 又到我跟儿子跟大家分享 这个星期交易结果和交易心得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先讲一下大三这个星期交易 我感觉大三这一个星期有很大的进步 它第一个进步,很明显的进步 就是它这个星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每天都有看盘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不是七点到九,两个小时 七八九,八九,两个小时 以前不是七点到七 七点半到九点半 两个小时 那现在是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 OK 好了 我希望你能够看两个半小时 提前的半小时不是提前结束 OK OK 好,那个我也才刚刚发现 原来偷胆了半个小时 不过无所谓 就是它这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都没有做交易 那么是不是没有机会呢 其实如果要做的话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嘛 对不对 我们那个方法几乎都可以做 可是它可以做到这一个是很大的进步 因为它已经知道取舍了 我们讲的交易其实不是要看交易机会 是要看多少时间你不做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机会做的嘛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大的进步了 那么到今天呢才做了一个交易 那么我讲完这个呢 就是想看看大商坐在那一边 看盘两个小时啊 下个星期一变成两个半小时 你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是说 因为那个up and down的market 会让人有很想交易的那个 对 这个它怎么样控制我想请问 控制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是因为我怕 所以一点是怕的问题 怕亏钱 怕亏钱对 但是我怕就是比较会怎么讲 比较会cautious wary 所以如果我没有很 如果我不是很确定它会 我就不会 因为是我有点怕 所以 所以如果是我看 有一个可以进场的 但是没有很高的chance的 我就automatically就说ok 我不会我就看 嗯 对 害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人因为害怕做了很多本人 本人的调节 所以害怕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么害怕因为你又看到钱啊 你人就是在交易之中就是两件事嘛 一个就是greed 一个就是scare 然后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贪婪 一个是贪婪 那么你除了害怕之外 你有想赚钱吗 你有greed吗 嗯 我现在真话没有特别想 就是我在学东西 在看着看比较习惯 就可以了 但是看 我当然如果赢了会有点 那个感觉 但是我没有想 我一醒我没有说今天要赚钱 我就是今天要去看要去学 就是感觉 就是啊 大家说他没有很想赚钱 那至少有赚到 knowledge 嗯 有这样子吗 所以你可不可以说你即便没有赚钱 可是你比昨天有点不一样的 你赚到了知识 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对可以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学东西才可能进步 如果是很多在交易的时候啊 他会觉得说 那我不是白白浪费了一个星期吗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就很急着入场 那么如果是刚刚做交易 或者是你做交易很久的话 你应该就是要有这种观念就是 我坐在这边 我已经赚到了 要么赚了钱 如果你亏钱的话 也要通亏钱的地方 赚到一个学会的东西 比以前更好 那当然至少在这一个方面啊 他至少有这个想法 因为你以前完全没有这个 experience 从来没有交易过 所以他就是说 他对这一方面的收获已经有了 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那么你害怕是因为上个星期有亏钱 所以害怕 是上个星期有亏 也上个星期是把那个钱弄更多的 所以那两个一起 就是有赚然后又亏下来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他的 不是不是 是弄到五万有那个感觉 然后也有输的 OK 两个一起 OK 那这个呢就是 现在大三交易的账户是五万 其实是五万两千 一开始是一千 然后加到两千 后来我又加了五万 所以他一下子变成五万的话 那个就是动一动 一亏你就亏了多少 亏五百 就五百 一亏又是五百的话 那对这个这个钱来说 对大三算是很大的钱嘛 很大钱 就是你一个你现在上班 一个星期赚多少钱 一个星期应该赚 赚两百一百七 一个星期赚两百一百七 坐在那边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或者没做好的话 五分钟就不见了 对 五分钟就可以不见掉了 所以对他是一个压力 这边很重要一个就是 你就要做交易的话 你一定要做那个钱 对你有感觉的 就是你那个做亏一块钱 亏两块钱 应该是 如果亏两块钱一次的话 我一个星期赚两百块 我可以亏一百次 所以那个就没感觉了 这个是跟大家讲的 很多人交易的情况 可以交易得很好 在做那个模仪账户的时候 做demo的时候 那么一做到那个小账户 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钱一多的话 你看那个 虽然我交大三是看百分比 percentage 但是还是那个$很大的嘛 对对 所以这一个是他刚才讲的 第一个是钱变大了 账户变大了 第二个就是有连续两个亏损 对对两个 两个亏损 那么这个星期呢 得有一个赚的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 把亏损的基本上都有赚回来了 对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可以亏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亏大 交易讲的是稳定交易 先稳定交易 然后再稳定盈利 我觉得今天我讲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有朋友就问 晚上有人问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交易系统 系统 这个应该是我帮你回答 因为大三人他不知道什么系统 你全部全部什么都不知道嘛 所以你不知道 what kind of system right so you only know my system because you have no comparison 对 对 他是没有的 所以你问他是什么系统呢 他就是不可以告诉你说 什么123啊 或者什么江恩啊 这种系统他都不知道的 他用的就是我的系统 那么我这个系统呢 如果没有我训练你 这个情绪的控制的话 这个系统可以让你去做很多交易 对不对 对 因为他太多机会了 对 这个系统好处是他有机会给你做 坏处就是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做 所以呢 这一个系统 我只可以交给 跟我有密切联系的人 那我可以帮助他控制情绪 我可以帮你控制情绪嘛 如果不然的话 我只把系统跟大家讲的话 那你百分之百是亏钱 系统可以赚钱 但是如果你经过完整的训练的话 会亏钱的 这个你认同吗 嗯 好 那你有什么想跟做交易的朋友 想的吗 也没有 哈哈哈哈 好 那这个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真的是没有排便的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 那我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情绪方面 系统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跟大家讲清楚 如果这样子跟大家讲的话 绝对害了你 那么你在情绪管理啊 快乐交易啊 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啊 多多留言 那么我会把这些东西 会传给大山 要大山想办法跟你回答 这一次我带他回来 因为我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叫系统 他只知道我这个方法而已 今天是星期五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次见 你看今天的视频是一刀没剪的 我全部都留下来给大家的 没有彩排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而且没有任何剪辑 这不是一般的成就啊 因为大山很多人说大山的中文不好 哎他慢慢做下去 他就开始进步了 我自己讲话也会打劫 今天啊表达的也非常好 所以啊这一件事情 要给我们两父子多点鼓掌 我是废话频道的friend 废话频道啊 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 大家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所以啊 请赶快订阅和跟我们互动 谢谢大家 下次见